您还有什么绝活 下面一个绝活 我就玩一百多镜重的 一百三色镜重的胡拉圈 一百多 这完全是重量了 对不对 重量 挑战自我 挑战自我 来 终极武器终于亮出来了 看到没有 在地上躺的这一个小小的胡拉圈 就是接下来我们老将 为我们展示的这个道具 重量是多少 一百三色镜 怎么可能呢 我刚刚好一百三十斤 老师刚刚好把我撞在身上 各位 大家好像都不太相信 我们这个胡拉圈的材质 首先第一步为大家揭晓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边特意 亮出一个材质的这边 里面全都是钢筋 我现在信他有一百三十斤了 但我不信能摇起来 我们应该如果不出意外的 曹老师信吗 我不信 也不信 也不信能摇起来 我不信他一百三十斤 不信一百三十斤 来来来上来上来 有请曹老师 检验一下 这个先给大家透露一下 我体重是二百一 一百三十斤的胡拉圈 曹老师您是要转吗 您是要转吗 剩一下 我们曹老师要剩一下 哎呦 交住点啊 曹老师 交住点啊 曹老师 交住点啊 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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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需不需要我们导演组把它剪掉 需不需要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剪是吧 哎 我觉得能把一百三十斤甩起来的一个不容易了 你刚才是甩起来了吗 你刚才甩起来了吗 车呢 车呢 曹老师算了吧 没给你买保险 算了 算了 我信了 他应该有一百二三十斤 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好 掌声送给我们的曹老师 我回到我那句老话 我信他有一百三十斤 但我真的不信 有人能把一百三十斤的呼拉圈转在身上 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 最热情的掌声给我们的老将 加一大大气 来 这是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我们本场比赛的老将 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是 一百三十斤重的呼拉圈的 尝试挑战 非常的困难 起来了 看到没有 力量 技巧 平稳 还有整个这个中轴的掌握 都非常的合理 而且开车完美 所以我回来赛这项运动的一些技术开装 跟要求 我们的这位老将身体力行得非常的到位 十八 十九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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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将 差不多 行了 太重了 太重 曹老师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个问题 因为你是物理技能 就算这样 因为我一直 我要想 我练乎了 我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我也想能明白 到底是什么力量 其实我也不知道 甩呼拉圈 它是个偏轴运动 意思是说是你身体作为一个轴 但是始终沿着它的圆轴 有两种情况 一方面是 假如说它转起来的时候 它也有一部分甩出去 这个时候你必须 你应该能感觉到 你的腰应该是 和你贴着那个地方 硬顶着那个方向有个力 对不对 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它贴着往下 就贴着你这个腰转的时候 你的腰能感觉到 它实际上是有个摩擦的 就就是你甩重的时候 对吧 是有摩擦的 但这个摩擦呢 你可以不必理它 但是麻烦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越重的东西 它会往下掉 关键是说 你要能让它转起来 只要转起来 它那个往下掉 就重力就没关系 就这么 不是 呼拉圈 永远就这么两件事 它重力 另外一个就是它转动 多一点东西也没了 听了我们的曹老师的分析讲解 觉得有没有收获 还是糊涂 更糊涂了 我觉得 我真的更糊涂了 您的反应 您的反应是正常的